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八节税收优惠的学习 这是高频考点 可以考在计算单中 比如涉及纳税调整 有税收优惠的时候 一般都是纳税条件 当然税收优惠单中 还有一些细节性的内容 可以考在前边的单选多选 考文字描述题 这就比较头疼 所以有的东西是需要你适当的去记忆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刷题的方式 去强化去加深印象 好那么有的税收优惠呢 是考在计算单中的 所以税收优惠这一节 我们分层次来把握 哪些是计算题当中要关注的 那就必须全方位掌握 哪些是小题当中需要你去记的 那我们尽量的去熟悉 对吧 然后多刷题吧 没别的 OK那我们来学习税收优惠的话 你要把握一个大的方向 所谓税收优惠 那就是国家给予我们纳税人减税 或者免税相应的待遇 那其实就是让他少交税嘛 那一定是国家呢 需要去对某一些特定的行业 或者特定的群体去照顾 去支持促进一些个行业项目发展的 那才会有税收优惠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少交税 那留着这个钱来干嘛呢 做大做强 对吧 好好的搞经营 那才会有税收优惠 所以国家需要去照顾 需要去支持的那么一些特定的行业 特定的群体 才会有税收优惠的 等着这个大方向去理解 好 那首先税收优惠这块比较多 我们一个个来看 第一个减征和免征的优惠 来这里边有的是考在小题 有的考计算的 先来看从事农林牧鱼项目的所得 我们包括免征的和减半征收的 来我们先看免征企业所得税 我们涉及到农业生产这方面的 征农字的 基本上咱们的实体税种 都有相应的税收优惠 因为国家当然是要对农业生产的一些个项目的经营 对吧 他要去照顾 要给人家降清税付 因为农业生产 第一 赚钱不容易 对吧 第二 利润也不高 所以要给予一定的照顾 那我们看一下 哪些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农林牧鱼呢 这考试考的很细 所以把握这些细节 第一个 是蔬菜谷物 鼠类 油料 豆类 棉花 麻类 糖料 以及水果 坚果的种植 这个叫 农作物的 种植 这是不是属于农 农林牧鱼当中的农 面税 第二 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 这还是和农作物相关 那也属于农林牧鱼的农 面争的 好 再来 中药材的种植 中药材本身就是一些个植物 对吧 那也属于农的范围 好吧 好 再一个 林牧的培育和种植 林牧 是不是属于农林牧鱼的林 以及后边还有一个林产品的采集 这都跟林有关 对吧 好 牧呢 比方说养猪场 养鸡场 这些养殖场 人家是不是属于牧啊 对吧 好 接着 鱼呢 鱼远洋捕捞 远洋捕捞要出海的 有危险性的 远洋捕捞 而且你看 很艰辛 完了呢 其实钱也挣不了多少 所以要给予一定的照顾 人家免税 好 除此以外呢 还有就是灌溉农产品的初加工 兽医农季推广 农机作业和维修等 为农林牧鱼而服务的一些个项目 这属于为农林牧鱼提供服务的 也有相关的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好 所以这是和农业生产相关的 免税的 OK 接着是减半征收的 因为农林牧鱼项目所得 包括免征的和减半征收的 那么减半征收的在少数 所以你看免征跟减半征收 你计多的还计少的呀 当然计少的对不对 所以来减半征收的就这么一丢丢 种花的花卉茶 饮料作物香料作物的种植 这些我们管它叫经济作物 它不像我们前面的那些农产品 什么蔬菜呀古物啊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须的 对吧 你看你必须要吃饭吧 你说我不喜欢吃米饭 我喜欢吃面食 那面食不也得靠小麦呀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人家是可以有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 但是你的生活当中必须得有花吗 你太有情调了 对吧 但是生活也得有情调 是吧 但这不是一个必需品 不是必需品 还有你生活当中必须有茶吗 不一定吧 还有香料饮料 所以这些叫经济作物 它虽然也属于农的范畴 但是呢 这些经济作物 而且利润相对于前面的那些农产品的种植来说 利润还是要高一些的吧 所以呢 优惠力度啊 就没那么大 减半征收 减半征收 好 再一个是海水养殖 内陆养殖 这个海水养殖 内陆养殖 就是咱们所说的鱼 但免征的鱼是谁呢 远洋补捞 这要出海 而海水养殖 内陆养殖 它不需要出海 所以危险性没那么高 因此在这一块呢 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我们叫海内花茶饮料香 一句口诀 来给它带过 海 海水养殖 内 内陆养殖 花 花卉 茶 对吧 饮料 香料 海内花茶饮料香 把减半征收的记住了 剩下排除的是什么 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农龄母鱼 OK了啊 好 接着是一些具体的其他的政策 来 企业根据委托合同 受托 对符合规定的农产品 来进行出加工的 所收取的加工费 也可以按照农产品 出加工的业务 来享受免税的处理 我们前面提过 对农产品来进行出加工 出加工不是深加工 出加工 因为出加工 它利润也没多少 所以这种出加工的业务呢 它也是给它来享受 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 好 那现在呢 企业不是自己去干这种出加工 是委托别人干 比方说 我委托你们那个企业 来干农产品的出加工 那你看 这活是不是你在干的 那你相应的也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 好 包括我委托方 哪怕是我委托方 也是可以享受相应的 这个优惠的 委托方可以 受托方也能享受优惠 好 第二企业对外购茶叶 买来的茶叶 不是自己种的啊 买来的茶叶 来进行筛选 分装 包装以后 进行销售的所得 这个可不属于农产品的出加工 它不能享受优惠政策 如果你家里边啊 你有亲戚 有朋友 是做茶叶生意的 你就知道 他们这一行的水特别深 人家业内有一句话 叫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那利润贼高 而人家可能几毛钱一公斤 收进来的茶叶 给他包装包装 给他分筛 这个筛选筛选分装一下 完了 可能一公斤可以卖到六万块 几万块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茶叶 行业的这个生意啊 水特别深 因此你像这种情况 你外购进来的茶叶 你只是进行简单的筛选分装 包装的 这个可不能按照农产品的出加工业务 来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那就不太公平了 对吧 好 第三 购入农产品进行再种植养植的 说企业购入的农林牧鱼产品 在自有的或租用的场地 来进行育肥啊 育肥啊 再种植养植 经过一定的伸展周期 使其生物形态发生变化 且 并非由于本环节对农产品进行加工 而明显增加了产品的使用价值的 那我们视为是对农产品再进行种植养植 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说的是我企业 我买进来小鸡啊 小鸭 对吧 然后呢 我给它养大 养大了以后呢 你看这是不是在搞养殖 对吧 或者我买进来的那些菜苗 我给它施肥啊 对吧 浇水啊 将来长出来 长成蔬菜了 这是不是对农产品去进行种植 OK 那所以将购尽的农产品 我进行再种植再养植 你不也是在种植养植吗 所以还是属于农林牧鱼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项目 好 接着第四 是企业委托其他企业或者个人 从事农林牧鱼项目所得的 也能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所以这就是说 虽然这个农林牧鱼的项目 不是我自己干的 我是委托别人来干的 那我照样我委托方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因为我委托别人干 我得出钱呢 我也得掏钱呢 对不对 那相应的 我将来这个获得的相关所得 我也是可以去享受免征啊 减半征收的优惠的 好 第五 企业购买农产品以后 直接进行销售的贸易活动 产生的所得 这可不是农林牧鱼的税收优惠政策 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 因为这个地方 他不是企业 自己在进行农产品的种植啊 养植的活动 对吧 他属于是买进来农产品 买进来蔬菜 然后往外卖 这蔬菜不是他自己种的 那就不能享受相关的免征优惠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自己没有亲自去体验这个过程 他赚钱不是那么的劳累 也不是那么的艰辛啊 你如果是从事农林牧鱼项目所得的 你看看人家远洋补牢 多累 起早探黑的啊 对吧 然后还有农产品种植的 大夏天的 要去进行这个种地呀 干什么的 你想想 人家是不是赚这个钱特别艰辛 好家伙 你这个企业 你不是自己种的 你是直接从外边买进来的 哦 转手 加价一卖 那正来的那个所得 正常交税 不能享受任何的税收优惠 就这个意思啊 就理解就行啊 好 来吧 我们看一下这块的题啊 一般都是客观题 就是单选多选 来 下列所得当中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事 就当你看见选项当中啊 和农林牧鱼挂钩的时候 完了他又问你 哪些是减半征收的 或者问你啊 哪些是免征的 我们直接把减半征收的选出来 剩下的是免征的 对吧 或者人家直接问你减半征收的 那就海内花茶饮料箱 一句话搞定 选什么 海内花茶饮料箱 是不是选A 剩下的家禽饲养 中药材的种植 零产品的采集 这都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对吧 OK 好选A 好继续 三选题 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 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事 你只要看见跟农林牧鱼有关的项目 有关的选项 来问你免征的 对吧 我排除减半征收的 海内花茶饮料箱 海水养殖 内陆养殖 对吧 香料作物的种植 花卉的种植 这可都是减半征收的 那剩下的深处的次养 那不就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吗 就用排除法啊 就选C 好 接下来都选D 他说企业从事下列项目所得 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有 企业受托从事蔬菜的种植 那是不是也在搞农作物的种植啊 好 免税 委托个人饲养家庭 以委托别人干 也是在搞农林牧鱼所得 那同样的免税啊 所以委托方 受托方在这儿都有 这个相应的税收优惠啊 好 农产品的初加工 初加工可以 农机作业和维修 这是为农林牧鱼提供服务的 OK 也可以 对吧 免征企业所得税 而外购蔬菜 分包以后销售 这不能享受优惠 因为他不是自己在种植蔬菜 对吧 他是买进来的 在网外卖的 这样的所得 没有优惠 好吧 OK 那就ABCD 好 你看这块一般都是客观题 好 接下来 还是跟免征减征相关的优惠 是从事 你看啊 自己从事 国家重点扶持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经营所得 这是国家要鼓励的 因为这些个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 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成本很高 那如果都是国家去建设的话呢 国家也没那么多钱 所以鼓励啊 社会啊 你来投资 对吧 你来进行对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经营 那国家鼓励 那你就要用税收政策去鼓励人家 对不对 你税收上你要给人家相应的优惠啊 才能体现你国家的一个态度 对不对 鼓励的态度啊 好 那我们这注意细节 考试考的很细啊 他会问你哪些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一个是港口码头 建港口码头 机场 铁路 公路 城市公共交通 电力 水利项目 这些不就是基建项目吗 基础设施建设 对吧 基建项目 好了 那针对这些的话 我们从事相关的 项目 投资经营所得 它是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怎么一个三免三减半呢 自取得 自你这个项目啊 取得第一笔 生产经营收入 所属纳税年度企业 头三年 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后三年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比方说 我这个企业 从事的是港口码头的 项目 投资经营 好 那我是在2019年 咱们这个项目 取得 第一笔 生产经营收入 2019年啊 取得第一笔 生产经营收入 OK 那好 那接下来 2019 2020 2021 2021 这三年 我们是免征 企业所得税的 往后再算三年呢 2022 2023 2024 哎 往后这三年呢 我们享受的是 减半征收的优惠 啊 减半征收 好 然后有同学问 那老师再往后呢 再往后那就没有优惠了 对吧 再往后那就正常交税就行了 所以他给的税收优惠的期间是 六年 前三年呢 是免征的 后三年呢 是减半征收的 好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你到底从哪一年开始算优惠期 税收优惠期先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从你的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的所属年度算 不是从你实现经营利润 也不是从你获利的年度来开始算啊 而是从你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的年度 来算税收优惠期 好吗 OK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注意企业 如果是承包经营 承包建设 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 那是不能享受三免三减半的优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强调的这些个三免三减半的优惠啊 是针对 你自己去从事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而不是你在承包建设 是你自己在主导这件事 你自己在从事这件事 对不对 并且呢 我们说哎 建好的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将来是为公共而服务的 是吧 因此呢就提到 如果是内部自建自用 这些个项目也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 因为你企业自己建了以后 你自个用的 你没有让公共受益 不是为公共服务的 那就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 所以他叫公共基础设施 投资 经营所得嘛 三免三减半嘛 好 另外呢 从2013年1月1号起 居民企业从事符合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当中 规定条件和标准的电网新建项目 电网新建项目也是一样的 三免三减半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好 接着第三 也是三免三减半的 是针对营水工程 营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 因为这也是涉及到基建方面的 而且跟民生相关 和营水工程相关 和民生相关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三免三减半 从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头三年免 后三年的减半征收 因此 来 我们考试的时候 他可以问你 我们下列 对吧 哪一些呢 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那你看 我们除了前面这些个细节 对吧 码头 机场 以及铁路公路等等 这些叫什么 交通设施 还有水利设施 交通水电 水利电力 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电网 新建项目 还有营水工程 这都是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对吧 OK 好 另外呢 我们今年教材上新增了这么一段话 注意 考试有可能出现 文字描述题 考在多选题里边 来 关注好 咱们所说的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一定是指你这个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对吧 取得第一笔主营业务收入开始 来算第一年 来算你优惠期的第一年 而不是从获利年度前面解释过了 好 那说企业如果同时从事 其他的生产经营项目取得所得的 那也就是说 其他的那些生产经营项目 他不能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 那我既从事能享受税收优惠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 我也从事其他项目的生产经营所得的话 那一个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一个是不能享受优惠的 那么当然要分开核算 对吧 并且呢 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共同费用 如果说没有单独核算的 那就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 我们在税法上 一般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就税法要求你有的事项需要分开核算 分开记录的 你没有分开核算 那他就要体现从高征税 你看啊 不让你享受优惠 不就相当于从高征税的意思吗 对吧 OK 好 最重要的是下边这段话 企业呢 在减免税期限内转让 所享受的减免税优惠项目的 受让方 程序经营该项目的 可以自受让之日起 在剩余的优惠期限内 来享受规定的减免税优惠 那如果是减免税期限 借满后 再转让的 受让方呢 他就不能就这项目 重复享受减免税优惠 啥意思呢 来 我们说 你这是一个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对不对 如果说一开始是假公司 他从事了一个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 从取得第一笔收入开始 我们说前三年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假设他是从2019年 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的 那你看前三年是不是192021 后三年呢 22 23 24 这是后三年 好 那么前三年 免征嘛 后三年呢 好 减半征收嘛 如果说 这家企业 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 把这个项目 转让给乙公司了 转让给乙公司以后 那就是乙公司在从事 相应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经营 那有所得的话 怎么来享受优惠呢 那就没有什么继续三免三减半了 他是在这个项目剩余的优惠期间 继续享受优惠 也就是这个项目整个的优惠期 头三年是免征的 后三年是减半征收的 那你乙公司是在后三年取得的 取得这个项目的 你乙公司是不是作为受让方 受让方 接下来享受的优惠是什么呢 那不就只有这三年是减半征收了吗 你不可能说乙公司得到这个项目之后 从头开始又来三免三减半 头三年免后三年减半 没有 他是在整个项目剩余的优惠期间来享受优惠 剩下就这后三年了 后三年那就只有减半的优惠了 那你乙公司能享受的就是减半的优惠 因此我们说这个优惠啊 我们刚所说的三免三减半的优惠啊 他其实是针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的优惠 而不是针对单独的某一个纳税人主体 所享受优惠 对吧 你不管是假公司从事该项目的这个投资经营 还是乙公司从事该项目的投资经营 整个项目的优惠期就只有六年 所以我们就是从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开始算优惠期的第一年嘛 你整个项目的前三年免后三年减半征收 那再往后就没有优惠了 所以他其实是针对这个项目来说税收优惠啊 是这个问题给他理解清楚就行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假公司 这个项目在他手上经营了六年 那合着 所有的税收优惠都是假公司享受了 对吧 六年嘛 前三年他免了 后三年减半征收了 从第七年开始 是不是就没有优惠了 那如果是在第七年 把这个项目转让给乙公司的 你想乙公司作为受让方 还能享受任何优惠吗 就没有任何优惠了 连减半征收的优惠都没了 因为优惠期只有六年 已经全让假公司享受完了 那第七年以后的接盘侠 就不能再享受优惠了 对吧 OK 好来看一下多选题 他说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经营所得 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经营收入 所属纳税年度起 可享受 第一年到第三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有 他就问你 哪些属于三免三减半吗 对吧 来 公路投资 机场投资 港口投资 铁路投资 这些是不是属于交通水利设施 对吧 交通设施 既然是交通设施 也属于基建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经营所得 三免三减半 这没有参处投资 是吧 好 那就ABC OK 接下来 也是三免三减半的优惠 但它是针对符合条件的 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所得 它也是三免三减半 也是从这项目取得第一笔 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来算项目的优惠期 好 OK 考试也会考得很细 他可以问你 哪些个属于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呢 好 所以具体展开来说 我们包括公共污水处理 公共垃圾处理 这叫环境保护项目 对不对 好 以及找气的综合开发利用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这叫节能项目 对吧 还有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属于什么 节水的项目 是不是 好 这些个叫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的 也是三免三减半 好 所以目前我们说到的三免三减半 你看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经营所的 包括 交通水利设施 电力项目 还有电网新建项目 以及营水工程 对不对 这些是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经营所的 三免三减半 再一个就是这提到的 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的项目所的 也是三免三减半 OK 好 完了说 享受减免税优惠的项目 在减免税期限内 转让的 同样的受让方 自受让之日起 在剩余的优惠期限内 来享受减免税优惠 如果是减免税优惠期满 之后才转让的 受让方就不能再去享受相关优惠了 那就跟我们刚刚前面那段 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不再去解释了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多选题 企业从事国家规定的下列项目所得 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所属纳税年度起 可享受第一年至第三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油 那就问你哪些是三免三减半了 来 节能减排的改造 这是节能项目 公共污水处理 这是环保项目 设备维护没有说过 公共垃圾处理呢 这是环境保护项目 海水淡化呢 节水项目 所以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嘛 OK ABDE 好继续 假企业2018年开始 从事符合税法三免三减半优惠的 公共污水处理项目 这是不是环境保护项目 三免三减半 好 18年开始从事的 那什么时候取得第一笔收入呢 哎 19年 19年取得第一笔收入 那么可以算一下它的优惠期 19年到21年这个期间 这三年 我们是免征的 再往后 22年到24年呢 这三年 是减半征收的 这就优惠期嘛 我们是从取得第一笔收入开始算 而不是从获利年度起 对吧 好 接着21年的时候 假企业将该项目转让给乙企业 乙企业当年没有取得项目收入 好 这个时候你来看 关于假乙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说法 正确的是 在21年的时候 转让给了乙 那乙作为受让方 自受让之日起 在剩余的优惠期内 享受减免税优惠 所以人家 21年的时候受让的 21年还可以享受一年的 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 后边的22年到24年呢 就只有减半征收了 好 所以A没问题 选项B 假企业从2019年开始享受三免三减半优惠 对的 我们是从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的年度起 对吧 好 C 假企业转让项目时 要补缴免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吗 不用 在他手上 从事这个项目的所得 他来享受优惠 是吧 那如果说将来转让了 受让方只是在剩余期限内来享受优惠 所以那个转让方不用去补税的 那选项第一企业 已取得第一笔收入的年度 作为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的起始年度吗 以企业作为一个受让方 是在剩余的优惠期内来享受优惠 对吧 好 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 应该在优惠年度 汇算清缴结束之前 向事务机关要报备吗 这种税收优惠不需要提前去报备 对吧 这个呢 自己留存资料 备查就行 不需要提前去报备 好 所以我们选A和B 好 接下来是第四项 也属于免征与减征的优惠 它叫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条政策规定 这就要画三颗星了 因为它可是涉及计算的 会有纳税 条件的项目 来 一个纳税年度内 居民企业 如果有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怎样是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我们后面会说 然后考试的时候 它一般会带上这几个字 它取得了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好 然后说这个所得呀 不超过500万的部分 免征企业所得税 超过500万的部分呢 减半征收 所以我们这第一强调的 它是针对技术转让所得的优惠 而不是去针对技术转让收入的优惠 是所得 所得是什么 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那才叫所得 对不对 假设说 我们现在有一项符合条件的技术 我把它给卖了 然后收入呢 我卖了900万 那这项技术相应的费用呢 假设是 200万 那么技术转让所得是多少呢 是不是900万 减去200万 700万的所得 那么现在是针对这700万所得的优惠 说不超过500万的部分 是免税的 超过500万的才要减半征收 言外之意 这700万当中 超过500万的部分 乘以50% 这才是需要去交税的 所得额100万 那也就是说 我原来有所得额700 我是不是要做纳税调减600 这才能按照100万的所得交税 这就是我享受的优惠 所以你要调减多少 调减600 这600怎么算的 知道吗 这600怎么算的 你那700万的所得当中 有500万 是给免了 这是不是要纳税调减的 然后呢 超过500万的部分 它是不是减半了 所以有一半也是不用交税的 也要调减的 所以一共调减多少呢 那不就600万吗 是吧 好 来我们看这么一个例题 再感受一下 假公司是电气生产企业 2022年转让技术所有权 取得不含税的收入是2000万 应扣除的相关成本费用呢 是600万 好 企业自行计算的22年度 利润总额呢 是2300 好 不考虑其他事项 算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说算应纳税所得额 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来考虑税块之间的差异 那这是税收优惠 肯定是要调减的 调减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技术转让所得2000万的收入 减去成本费用600万 这是1400万的所得 跨际上肯定是确认了1400万的 相关的这种转让的收益 对吧 进入到利润单中 1400万吗 好 但税法上让你交多少税就行呢 税法上说啊 你这1400万单中 500万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超过500万的部分呢 它是减半的 所以我们要做纳税调减的金额 调减多少 950 是不是调减950 有500万不用交税 还有就是超过500万的那一半 也不用交税 减掉了 所以纳税调减调减950 我们就从2300万单中 减掉950 来计算 因纳税所得额就行了 为什么是减掉950呢 你想 你的会计利润2300单中 你可是含着1400万的 转让收益的 会计上你实际发生多少收益 就得记多少 但是税法上在计算 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呢 要考虑税法的口径 税法说 你这1400万单中 有950万是不用去交税的 是可以给你免税的 那就把它减掉 减掉这950 所以减掉950以后 应该是1350万的 因纳税所得额 好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是一些文字描述了 这些文字描述呢 就可以考在单选 多选题里面 考多选 来 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 优惠的技术转让 它要符合条件吗 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完全可以出一道多选题 什么样条件呢 第一 享受优惠的技术转让主体 必须是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才有优惠 非居民企业没有 对吧 我们要给自己人嘛 优惠当然是给自己人的 好 第二 技术转让是属于财政部 国家事务总局规定的范围的 这个范围待会后面会说 好 第三 境内技术转让 经省级以上的科技部门认定了的 这是境内的技术转让 只要经省级以上的科技部门认定 但如果你是向境外去转让呢 那就要经省级以上的商务部门来认定 所以 是境内技术转让的 是经过省级以上的科技部门 如果是向境外的呢 那就商务部门 注意部门不同 好 第五个兜底的不用管 所以主要是前面四条 这是符合条件的 好 接下来 刚刚所谈到的技术转让的范围 包括什么呢 这个范围本身就是一道多选题 他可以问你 下列 哪些个技术转让的所得 我们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500万以内的免超过500万的减半征收呢 哪些可以呢 来 第一 居民企业转让的是专利技术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 集成电路布图的设计权 植物新品种 生物医药新品种 你看看上去都是一些科技行量比较高的 一看就是高端的玩意 技术含量高 所以他才会有相关的税收优惠 因为国家当然是鼓励 鼓励这种高精尖的技术 他的转让 当然国家鼓励 所以才会有优惠 那另外技术转让 还包括居民企业 转让其拥有符合技术转让范围 规定的技术的所有权 你包括转让技术的所有权属于技术转让 以及你转让的是五年以上 全球独占许可使用权的 这就不是所有权 是使用权 也属于技术转让的范畴 什么叫做独占许可 就是说指许可某一个主体去使用 独占许可 时间是五年以上的 然后从15年开始 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企业 转让的如果是五年以上的 非独占许可使用权 取得的技术转让所的 一样的享受优惠 所以只要是五年以上的 不管是独占许可权 还是非独占的这种许可使用权 那么他的转让 我们都按照技术转让 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500万以内的免税 超过500万的减半征收 好 这就关注那个时间 五年以上的时间问题 好 接下来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的 怎么来计算呢 所得所得 肯定是收入减费用 所以是技术转让收入 减技术转让的成本 以及相关的税费 这也属于成本 那扣掉才叫所得 好 那这儿的技术转让收入 来你注意它不包括什么 它不包括销售或转让设备 仪器 零部件 原材料 这些不是在转让技术 你是在卖货 对不对 在转让设备 在卖仪器 卖零部件 这可不是在转让技术 因此不要把相关的价款 你给它进入到 技术转让收入 不需要 还有不属于 以这个技术转让项目 密不可分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以及技术培训等收入 如果说你单纯的 就是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的话 你不是在做技术转让 它属于一种咨询 对吧 属于一种服务 所以它不用放到 技术转让收入当中来 就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 那么前提是 这些个 咨询也好 服务也好 它和技术转让项目 并不是那种密不可分的 那就不进入到收入当中 那反过来说 如果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 它是和你的技术转让 密切相关的 那你就要把这些个 服务性质的收入 也进入到 技术转让收入当中 去算所得 那么怎样是属于 你这些个技术咨询 跟你的技术转让 密不可分呢 它说 转让方位 使受让方 掌握所转让的 技术投入使用 实现产业化 而提供的 必要的咨询服务 我卖一项技术给你 我必须教你怎么用 对吧 那我给你提供的 这项技术服务 它属于和技术转让呢 密不可分的 而且我们要求 你在转让合同单中 要约定 与该技术转让相关的 咨询 服务 培训 有什么 对吧 我卖一项技术 转让给你 我必须要给你提供一项 培训的服务 或者说 我给你提供一项 咨询的服务 合同单中 要写清楚 再一个就是 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收入 和这个技术转让项目的收入 是一并收取价款的 我不是分开收的 我是一起收钱的 那这种情况下 才认为 相应的这些个 咨询服务收入 也构成 我技术转让收入的一部分 可以算到 因纳税 索得额当中 来享受相关的优惠 这才叫做 相关的技术咨询 这些个服务 跟我的转让 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技术咨询收入 跟你的技术转让收入 不是密切相关的 你就不能把咨询收入 进入到技术转让收入 来享受税收优惠 明白了没有 好 接下来是技术转让成本 成本那指的就是 转让到无形资产的净值 拿无形资产的 计税基础 取得成本 减去按规定计算的 摊销金融 那就是净值 也就是原价减累计摊销 你会计上学的 原价减累计摊销 不就是净值吗 对吧 好 当然还可以减相关税费 这个相关税费啊 是除了企业所得税 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 以外的各项税金 对吧 还有附加费用 以及合同的签订费用 律师费都可以扣除 但唯独你不能扣企业所得税 你也不能扣允许抵扣的增值税 这个我们在讲 可以扣除的税金及附加的时候 就说过 对吧 OK 好 那另外 不能享受技术转让减免税优惠的情形 这也可以考在 多选题 哪些不能享受减免税优惠呢 居民企业从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之和达到百分之百的关联方那儿 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 不等享受相关的减免税优惠 因为一家人嘛 你说你母公司把一项技术转让给子公司 好家伙 你母公司说这是一项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啊 完了母公司来享受税收优惠 那你想 国家是不是有理由怀疑 他们关联方之间 他们一家人之间啊 利用这种特殊的业务 来避税啊 所以国家有税款流失啊 因此要堵漏嘛 那你像这种 百分之百 直接持股的 或者间接持股啊 达到百分之百的 这叫关联方 对吧 你这种关联方之间 母子公司之间 你有我们所说的技术转让所得 你能享受优惠吗 是不能的啊 第二 居民企业取得禁止出口和限制出口技术转让所得的 也不能享受优惠 原因很简单 国家不让你出口啊 或者限制你出口啊 那当然不能享受优惠了 对不对 我们之所以享受优惠 是因为国家鼓励你嘛 你才能享受优惠吗 好了 所以这个理解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多选题 居民企业的下列所得 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 技术转让所得 优惠政策的有 选项A 转让拥有五年以上的技术 所有权的所得 你都转让所有权了 当然是技术转让 转让植物新品种的所得 转让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的所得 还有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权 对吧 生物医药新品种 这都属于技术转让所得 从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之和 达到百分之百的关联方 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 一家人之间的防止税款流失 不能享受优惠 转让拥有五年以上的 非独占许可使用权的技术转让所得 这个也享受优惠 只要是五年以上的 不管是独占的 还是非独占的 我们现在都有相关的技术 转让所得的税收优惠 对不对 OK 那就A B C E 好 那接下来一个简单了解就行 这说的是内地和香港基金互认的政策 而且这条优惠政策收入的 并不是很全 它只讲了我们内地投资者 它没有讲香港那边的投资者 它说内地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 买卖香港的基金份额 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计入收入总额 征收企业所得税 说白了 没有优惠 因为这个政策给到的优惠 是给谁的呢 给香港那边的投资者的 其实它说的就是 我内地的投资者 我们可以通过基金互认 去买卖香港那边的基金 香港的投资者 也能通过基金互认呢 来买卖我们内地的基金 但是如果是我们内地投资者 你买卖人家 香港的基金份额 有这种转让差价所得的 那正常交税 如果你是通过基金互认 从将香港的基金 分配取得的收入 对吧 这种收益 它也是进入收入总额 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所以其实对内地投资者来说 它是没有优惠的 但是反过来 对于香港投资者 它是有一定的税收优惠的 但是我们教材这儿没写 咱们就不用管了 好 那另外呢 今年新增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呢 我觉得简单看看就行了 它无非说的就是 交易型的这种开放式基金 它也纳入到基金互认当中来了 也可以按照我们刚刚的基金互认的政策 对吧 你通过基金互认 去买卖这种交易型的开放式基金的 有转让差价所得的 你是内地投资者的 照样交税 对吧 有分配取得收益的 也是照样交税 一样的 好 第六 第六呢 是针对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改制 就以前啊 你像从事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的事业单位 现在要转制为企业 比方说你像 新闻出版社 还有像电影制片厂 对吧 这些单位原来人家是带事业编制的 好 现在要转为企业 那你原来事业单位 没有税 你现在呢 你转为企业以后 你以后要交企业所得税啊 对吧 好 所以要鼓励他们转制 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的 自转制注册之日起 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五年的时间 好 如果是18年12月31号前 已经完成转制的 他从19年开始 也是可以继续呢 来享受免征五年的企业所得税的 好 今年也是新增了一句话 这句话呢 无光痛扬啊 就是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他不是要转制吗 那么在他转制的过程当中 相关的资产 可能会实现评估增值 也会有资产转让 你原来从事业单位 你现在转为企业 那你 营业执照上 你要有相关的一些个 这个工商啊 登记啊 对吧 你原来是一个事业单位 你现在拿营业执照 对 你变成企业了啊 那你涉及到 哦 你的那些个资产啊 你要从原来 这个事业单位的名下 你现在要转到企业的名下 虽然前后都是你 但是你也是发生了相关的这种资产的评估增值啊 有资产转让啊 还有如果涉及到划转 那有相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 在这一块我们说符合现行规定 都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因为鼓励 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 改制为企业 那么在税上面 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照顾 让他们适应一下 哎呦 以后是一个企业了 对吧 得交企业所得税了啊 那让他一个适应的期间 几年呢 就五年的时间啊 好 第七 第七呢 其实税一 增值税呢 也有相应的政策 就是说企业招用 建党利卡的贫困人口 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登记了失业 半年以上的人员 就失业人员啊 好 与其呢 签订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 并依法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的 哎 你企业相当于是在减轻社会的负担呀 你把这些贫困人口 对吧 失业半年以上的这个人员 纳入到你企业来工作 你招用这些人 那是不是在减轻社会的负担 所以当然税收上要给你一定的优惠 说自签订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 在三年内 可以按照实际招用人数 定额来扣减相关的税款 那这个定额指的是 每人每年六千 你要是招用了两个贫困人口 那每人每年六千嘛 两个那就二乘以六千 你就可以按照一万二的一个定额 来依次扣减增值税 然后再扣成件税 再扣教育费附加 还可以扣的再扣地方教育费附加 最后呢 扣企业所得税 依次扣减 好 但他这说的是定额是每人每年六千 最高上浮百分之三十 那他要是考你考的比较细的话 他就有可能在单选题问你 这个定额是一个什么样的定额 每人每年六千嘛 好 因为现在啊 这个税务师啊 考题啊 太变态了 这有的他确实考的很细 对吧 你像这种细节 咱们不能忽略 万一我们忽略了 那考试的时候又碰到了 你又会认为 哦 这是偏题 你只能说 这符合现在出题老师 出题的一个方向 他就是想考的细 特别是在税收优惠这部分 只有你想不到的 好了 第八个前面说过的 对于 2011年到2023年发行的铁路债券 我取得的铁路债券的利息收入是减半征收的 而如果是国债 国债利息 以及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 这个咱们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是免税收入 但如果是 中国铁路总公司发行的这个债券 铁路债券 你取得的利息收入是减半的 减半的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的